第二日 晨曦微亮 众人在鬼水湖边与鬼明氏向谢辞别 便坐上小舟往血树林而去 赤羽侧阴族中事务需后行一步 便让福先生带着大家出去 福先生截起舌道之时 小妖担心阿念害怕 郑玉去牵她的手 却发现枪炫已将她搂在了怀中 阿念闭着眼睛将脸埋到了枪炫胸前的衣精里 说什么也不敢看 枪炫一脸发笑的样子 只用手俯着她的脑袋 蛇道已解好 我们上去好吧 枪炫看着已飞上蛇道的众人宠溺的哄道 不 我不要去踩那些脏兮兮的蛇 阿念说什么也不肯 只抱紧了枪炫 枪炫忍俊不惊 遂打横抱起她 纵身飞了上去 阿念惊叫一声 在众人的笑声中上了蛇道 她脸羞涩晕红 却搂着枪炫的脖子不啃下来 小妖看见她的云定间 插着那只若木花簪忍不住笑了 她很高兴阿念 最终是那个让枪炫心悦的女子 姐姐 子诺呢 不和不见子诺 从鬼水出来 卫听就没有看见子诺 她望了望两手空空跟在后边的苗圃 急急地问道 小妖的眸子闪烁了一下 直无道 子诺族长喜欢子诺 要留她在鬼水多待一些时日 过几日送她去青秋 卫听听着有些失落 也不再说什么 只走到洛身边 洛低眸看了她一眼 伸出了手 卫听的手指轻轻地从她的手指尖穿过 收紧而握 行至萧山脚下 众人纷纷谢过 扶先生遂告辞而回 姐姐 我们走吧 阿念在云脸上催促着小妖 小妖回头看了看未听 又看了看洛 洛的眸子落在她身上 一如隐在林间的朝霞之色 温暖又遥远 看着小妖走向云脸 洛上前一步叫住了她 小妖 小妖回身看着她 洛定定地看着她 笑道 我们就此相别 我 可以最后拥抱一下你吗 小妖的嘴角颤了颤 笑道 可以 洛上前一步 伸手就将她搂进怀里 她的脸轻轻地侧靠在她脸盘 如越过了万水千山 你 一定要幸福 洛低语而道 嗯 你语未听 也一定要幸福 好 洛旋急就放开了小妖 退后几步 微笑着看她登上了云脸 牵起了颈的手 未听 吃让你在此等等她 她有话要与你讲 云脸飞起时 小妖冲未听说道 未听牵起洛的手 看着云脸越飞越远 渐渐消失在云层之上 只一会儿 天空便了无痕迹 毛球在一旁等得有些不耐烦 从洛的这个肩头蹦蹦跳到另一边肩上 未听好奇地瞅着她 笑道 洛 毛球是你的坐骑吗 洛星知她在想什么 便笑着对毛球道 毛球 毛球白了一下眼睛 哼哼地不理睬 洛沉了沉脸 又叫了一声 毛球 毛球 这才很不情愿地抖了抖羽毛 急急哼哼地飞上天空 翅膀伸展 瞬间变成了一只强劲的白羽大雕 来吧 洛向未听伸出了手 未听拉着她 刚刚站到毛球背上 毛球便展翅飞上云间 在山傲上空翻飞起伏 未听惊叫着 战战兢兢地趴到毛球背上 拼命抓着她的羽毛 不让自己从鸟背上滑落 吓得闭上了眼睛 毛球 洛鹤赤道 毛球依然顾我 翻飞而迟 一路都是未听的惊呼与惨叫 落呼就笑了 垂木对毛球道 她可是这大荒 用毒最最厉害的人 你得罪了她 她只需动一个小指头 便会令你头痛欲裂 全身抽筋 羽毛斑突而落 许师听了最后一句 毛球不再横冲翻飞 慢慢平稳滑翔起来 未听终于睁开眼睛 破涕而笑 看着未听撅着屁股 狼狈趴在毛球背上的样子 落似乎看到了当初清水镇上的文小六 当初也是这般狼狈模样 她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蹲下身子 紧紧握住了未听的手 听 别怕 她温和地说道 约莫半炷香的时间 在光影斑驳 绿意掩蔽的山道上 传来一阵嘚嘚的马蹄之声 落雨未听寻声望去 但见林中奔出两旗 在离他们不远处收马乐江 果是赤与侧 赤还是英姿萨爽的样子 浓密的头发 利落简单的高碗于顶 除了一只金簪 再无繁琐的事物 一身酱红的树身长衫 外边罩着剑戴青色的对金短卦 普柳仙腰上 系着与侧一对的玄铁铸铸银长剑 她乌黑的眸子看向未听 虽然在鬼位相处了数日 但他们都互相刻意向避 并未说过一句话 赤似乎也是第一次与未听相视而对 近距离地看向这个她曾经的嫂嫂 未听的目光落到赤的身前 但见小子诺正坐在马上 许是刚刚于马吉池 小家伙显得非常兴奋 挥着双手直拍巴掌 扬起小脑袋看着赤 哪声哪气地说 姑姑 好玩 还跑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未听的心狂跳起来 手指经不住地颤抖 她望着紫诺 眼眶中慢慢涌起了泪光 姐姐说 紫诺从小就没有跟着她一起生活 所以分别也不会那么痛苦 赤翻身下马 伸手从马上抱下紫诺 看了一眼未听身后的落 道 姐姐还说 她只是将她带到了人间 紫诺不怕水 她更应是海的孩子 当与她父亲母亲一起遨游于大海 去看波涛汹涌 浪潮澎湃 姐姐希望紫诺这一生都可像大海一样 有着男儿磅礴的气势 宽广的胸怀 落什么也没说 只端端看向被赤牵着的紫诺 那孩子也正用一双妖孽的眼睛打亮着她 见落的注意力落到她身上 紫诺嘴巴一翘便笑了起来 那笑微微的模样竟像急了小妖 落的眼睛有些潮红 她弯下腰 白色的长发随着山峰一缕一缕地向后浮动着 紫诺 来 来 爹爹这里 她伸出了双手 紫诺仰头望了一眼赤 赤笑道 去吧 诺儿 那是你的爹爹与娘亲 你到他们那里去吧 说完便松开了手 紫诺犹豫了一下 便迈着小腿 向落奔去 跌跌 她奶声奶气地喊道 这是她第一次 可以对一个男人叫出这个词语 洛伊把抱住这个软软糯糯的小人 双唇紧闭 某一刻 静似无法呼吸 赤笑了笑 翻身上马 她看着一旁欣喜得不能自已的未听 沉默了半天 说道 你以后也会很幸福的吧 未听含泪看着她 感激地说道 谢谢你 赤 赤加了一下马 腹又勒紧缰绳 回头道 我 我 替我哥哥说声对不起 她没有看未听 轻声道 以后 你若愿意 一可回青花谱来 那院子 还给你留着呢 未听还未张嘴 她以侧马扬鞭 与侧一起纵马而奔 很快就消失在微风扶绕 阳光明媚的灵道上 而不久之后 随着一声嘹亮的鸣叫 一只白色的大雕 从萧山脚下震翅而飞 盘旋一圈后 便向着云身之处飞掠而去 如一朵渐行渐远的云朵 消失在晨曦之中 而在青秋的屠山市 呈现出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热闹 宴席一共摆了七天 每天人来人往一刻不停 族中的长老字 不用多说 于强 梅城谈室 入收 赤水苍更 以及朝中诸多江城 亦或于景并肩而战过的部将 都轮番而来 恭贺景的死而复生 西岩王级转平和的态度 让众人都在无顾忌 差点将屠山府的门槛踏坏了 前几日还好 后几日 小妖应酬得头昏眼花 却见景每日青山长袍 举止始终温雅闲定 脸上看不出任何的疲倦困乏 小妖在见识了景的人员之后 也不得不佩服她的温润与耐心 但一切渐渐归于平静 小妖与景便开始打算返回七度 定好回程的日子后 天却在一个晚上 来到了小妖与景的院子 二叔 沈山 天坐下后 看着在屋外瞅了一眼 便闪身不见的香坤 微笑着说道 香坤自来到青秋后 天发现他对经商天分颇高 又极有兴趣 如今屠山是人丁单薄 二叔与沈山 可否让香坤留在青秋 坐下楼上